我还觉得有一个地方人特别有特点 就是北京人 但是现在这个北京啊 这个是大都市啊 这个五湖四海人都到北京去 各有特色 但其中有一位是非常典型的北京爷们 这位北京爷们呢 他在二十年前 刻画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 在当年真的是非常炙手可热的男演员 可是呢他突然淡出了荧幕 就逐渐被我们观众朋友给遗忘了 但是他呢也用北京人特有的态度 来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掌声请出今天的嘉宾 随着时代的变迁 很可惜 有很多的老照片都已经遗失了 这是唯一一张 由我小时候院子景象的老照片 是我的姥姥和她的姐妹们 我是在他们的客户下长大的 《四合院》里充满了我童年的回忆 《玉群胡同》十五号 这是我的家 大家好 好久不见 我回来了 我是演员毛乐 好 欢迎毛乐老师 好 毛乐老师 你好 你好 你讲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刚才介绍您了 这个北京爷们 您觉得这个北京爷们有什么特点 这北京人呢 中礼数 善待人 而且有幽默感 这北京的爷们是什么呢 大气 豪爽 热情 那我问您一下 这北京爷们害怕翻相册吗 这算什么事啊 翻个相册有什么害怕的 真不怕 真不怕 真不怕呀 接下来我们就得看看她的相册 来看一下 不是 我评价挺好的 你真的兴趣 你也真的兴趣 我们也好好评价 您放心 我来得到她那个作业 来慢慢来看看毛老师的相册 好嘞 再次欢迎我们的毛乐老师来到节目 其实就刚才开场的那张照片 我想问您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这张照片 上面根本没您 然后呢 作为我们这一期的开场 因为的的确确是老照片吧 随着这个时代变迁 丢了好多了 可是能够体现当时我们家院子 老北京人生活环境的照片 就这么一张 那您刚才说这上面是这个 我的姥姥和姐妹 哇塞 这当年太时尚了 哪位是您姥姥 从左属第二位 那是我姥姥 第二位是您姥姥 对 好漂亮 这是什么年头照的照片啊 这是六七十年代的照片 六七十年代 大宅门吧这是 是是是 我们家就三进的院子 是不是家教也很严格呀 哎呀家教非常严格 打个比方吧 就我刚一岁多的时候 我这见着你了 叔叔您 你看你占我便宜 你占我便宜 你占你便宜 叔叔您好 我好 妈过来 好好好 他妈过来啪就一巴掌 这说您 对叔叔您好 叔叔您好不行 不行这个大嘴巴 他一岁多呀 来来来重说一遍 叔叔您好 他就喜欢听这个 对对对 像有的就现在说那个夏天 这不是热吗 然后坐在篮子底下吃饭 那不是凉快点吗 人家那只剩锅了 我这转过转过转过 就走过去了过去看去了 看完了吧 回来吧就一顿暴揍 为什么呢 我看你吃饭去了叫姐挨打 北京人说话就叫看嘴子 看嘴不行 怎么那么没规矩呢 咱家是没有的吃是没有的喝呀 你去看人家吃去 还有一个呢 你说你在那吃呢 我一小孩儿 换完又过去了 你说给我是不给我呀 给了我了 您就少了一口 不给了我了 觉得人家小气 弄得人家为难 这属于特别没规矩 所以就挨揍 就这种事情那太多了 我看到小时候的一张照片 特可爱 忍不住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望远镜是那个时候的标配吗 对对对 小孩儿的军帽 刺刀枪 望远镜 所以您现在就怀念那个时候吧 非常怀念 就是我小时候那种感觉 就老北京的那种 你比如夏天 弄一竹子躺椅 躺着搁扑在架底下 旁边有一小桌 手里拿把扇子 小桌上搁什么呢 搁一画匣子 然后搁杯茶和搁杯水 就在这儿 扇着扇子盛着凉 上面那鸡鸟子 滋溜滋溜吊着 然后食不肠呢 这胡同里啊 还有点那个叫卖的 卖东西叫卖声 对 对